來父現的人士有福的 人人個個排隊出去有的另性體 我沒有 那我就覺得 那就是說我沒有福的 其實在你的生活當中 或者在你的人生當中 你在領洗前和領洗之後 你有沒有一些感覺 就是自己有什麼的改變 嗯 一個很大很大的改變 為什麼呢 我現在看回頭 真是天主的一份祝福 領了洗之後 教導你那位修女就提我們 他說你領完洗之後 要連續七天去參與彌薩 和天主過這個蜜月期 每次參與彌薩 就可以領受耶穌聖體 那時候很乖 真的每天都去聖堂參與彌薩 那我初時想著 看完這七天就算了 修女說七天而已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呢 去到第幾天 我都不記得清楚了 那我突然就愛上了彌薩 我就說 在內心裡跟耶穌說 我說呢 我不單止是這七天 完了這七天之後呢 我答應你 如果可能的話 每天都願意來這裏參與彌薩 令受耶穌聖體 所以為我來說 現在 因為疫情的緣故 兩個星期不能參與彌薩 為我來說是極度痛苦的 但不要緊 我們唐區 或者我們教區 都有很多的 Facebook Live 甚至乎是彌薩的錄影 其實 有些朋友他們 甚至乎跟我說 在疫情的時候 其實我參與的時候 更多了 平時 我要出街 我要走去 又要坐著 又要換衣 現在我睡醒 靜靜地坐著 看著他Facebook 就可以了 還有可以聽多些 不同的神父的道理 那也是 所以其實 我在疫情當中 都有兩面看 一方面 可能真的沒有機會 去到聖堂 參加一台彌薩 去實領聖體 但我們可以用其他的方式 繼續去接受天主的恩寵 沒錯 除了在彌薩 或者禮儀方面之外 領洗前後 你覺得自己一個人 或者思想方面 有沒有改變 我現在回顧一下 其實領洗後 唐區的聖母軍團員 邀請我參加他們的善會 但當時我也不知道 什麼叫聖母軍 人家的性情難卻 好 職本去一下 都是半退半就 對 他說不要緊 你來參觀我們的州會 你們先看一看 先認識一下 不用那麼快 決定我們任不進去 於是 於是 我就去了 約了我的老友 一起 因為我們一起領洗 一起去了 去完之後 因為 不知是否領完洗之後 有一團火在那裡 就去到看他們的州會的時候 發覺 這個聖母軍的宗旨 其實都是不簡單 他們主要是做一些全教的工作 還有呢 我就是很深深被聖母軍那份 成聖自己聖化他人的宗旨所吸引 所以呢 去完第一次州會之後 我就 已經在心裏面 雖然他未正式錄取我 因為試驗要三個月才可以正式取錄 你做正式團員的 但我不管了 不過我若有自己喜歡的時候 就繼續去 那我自己的可以說 我的自己的信仰摘根 就是透過聖母軍的生活 你想想我幾個月到你 學得些什麼 那我就是全靠 我領完洗之後 加入了唐區的社會聖母軍 在聖母軍這個團體裡面 摘根了我的信仰 不單只是影響了我的信仰 我想也都是 藉著聖母軍的服務 團員之間的那份友愛的關係 亦都是帶動到我聖趙的種子 就在那裡蒙牙 那你在聖母軍當中 做了團員多久 之後才開始慢慢地步出 或者你一直都繼續留在聖母軍裡面很久 其實不是很久 我聖母軍 只是三年多 三年零三個月 少過打仗 對 三年零三個月 後來為什麼我會離開我自己這個信仰摘根的團體 就是因為當時我是轉工作 OK 轉工作 因為工作上面是需要流縮的 時間配合不到 所以迫於在兩個選擇之後 我就放下聖母軍 我相信你的工作 我們在之後的日子 會慢慢詳細地問你 我也知道 修女之後的工作 其實很負挑戰性 還有很多秘密 是大家都很想知道的 所以如果你真的想知道的話 記得 不要錯過下幾段片 修女 其實剛才說到你霧道當中 有很多挫折 領洗的情況 甚至乎是領洗前和後 沒有得令聖體 對耶穌的渴望 那一份感覺 其實我相信 在我看這段片的很多朋友當中 是舞蹈者 他們都可能很忐忌 在過去那14天當中 甚至乎是更長的時間 因為這個疫情 所以舞蹈班要暫停 甚至乎 要停止一些活動 令到他們可能有一些即將領洗的朋友 都會將領洗的日子 又再押後到5月31日 五秦節的日子 其實在這裏 你有沒有什麼特別的說話 想跟我們的舞蹈者分享 或者怎樣去勉勵一下他們 各位舞蹈者 深信你們在你們尋找信仰的歷程上 都有你們不同的小故事 尚主容許此時此刻 我們香港發生這個疫情事件的時候 必定是有它的意思在裏 我們千萬不要失卻我們的信心 對主那份信德 仍然是有在裏的 縱使現在不可以每個星期來聖堂 參與離聖上舞蹈班 正如剛才Raymond 都提供了很多的方法 告訴我們 在網上有不同的靈修 給我們去分享的 都盼望我們 無論在什麼環境 什麼地方裏面 我們都不會影響到 我們和主的關係 各位舞蹈者 都盼望你們在尋找信仰的歷程上面 都繼續懷有這份勇毅不屈的精神 勇於去回應上主給你們的邀請 我都期望你們能夠早日透過聖洗聖事 加入教會這個大家庭 登沾主耶穌基督救贖的恩寵 在這裏都願主祝福你們每天會 天主保佑 我相信很多人都會覺得修女 是一些普通人 但是她有很多神秘感 因為修女可能會有一些 大家先為人知的生活方式 因為很多時候見到她 戴著頭巾 在學校當中出現比較多的 在學校外面就 惡史能登 黑了臉 對著學生 學生一見到就很害怕了 還有修女永遠都會說 這間房間你不可以去 這層樓你不可以去 我相信中間這些秘密 陳修女在之後幾集 會和我們分享少少的 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 記得留意我們的頻道 還有如果你們在看的話 如果你喜歡的 記得按左邊的like 右邊的share 如果看YouTube的話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在我們有新的影片的時候 你會在第一時間知道的 陳修女 首先多謝你今天接受我們的訪問 我們期待下一次繼續去說 究竟在你領洗之後 到你在修院的時候 中間的生活究竟是怎樣 究竟一個修女在修院之前 有沒有過過普通人的生活 還有這些普通人的生活 怎樣帶來你今天的聖照 成為修女在唐區當中服務 如果大家有問題想問陳修女的話 就記得在我們下面留言 我們盡量幫你解答 各位再見 再見